噹噹噹 噹噹 噹噹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現在我們在新的工作室 那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要先來開箱我們的床墊啦 那這一次呢 床墊我們買的是Luneo的Quantum 那等一下最後再跟大家分享我們為什麼最後會買它 然後除此之外呢還有一顆枕頭 這個是雨兒買的記憶枕 名字呢實在太難念了 我到時候把它放在這個畫面上面你們自己看 而且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床墊那麼大一個東西 可以把它縮到這麼小 然後枕頭也是還可以縮到這麼小 這真的是還蠻讓我意外的 那因為我們雖然床墊到了 可是我們的床架還沒到 所以呢就先用個巧拼 來把它先抵著用 好那等床墊不是等床墊 等床架來了之後呢我們再把它挪上去這樣子 好那所以呢現在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它可以縮到這麼小 我們就先把它拆開來 然後來開箱一下 那等一下呢 再把它的一些特色跟大家做個說明 好那我們先打開吧 其實他們的師傅是可以幫你安裝好的 只是我們那個時候巧拼還沒拿來 就想說好吧 我們還是自己裝好了 沒想到它其實真的還蠻重的 然後我先把它給拉出來 它是捲成一捲的 好重好重 再出來 我覺得房間可能不夠長 等一下萬一拉不出來怎麼辦 要拉斜的 好我努力 拔河 這個動作好像有點奇怪 好 出來了 前面有一小包東西 我來看一下是什麼 切的時候要小心先不要切到床墊 好首先呢 這邊有附一個專門開他們床墊用的刀子 對 這個我先打開來看一下 好啦做近一點 大家看的比較清楚 來 使用步驟 全部寫在上面 就是 只要把它放在床架或地板上 拆開塑膠套 然後放到幾分鐘它完全展開 就可以準備睡個好覺了 裡面有包含它的保修期等等的一些資料 全部都寫在裡面 下限超過2.5公分 前兩年會直接協助換新 這樣好像蠻厲害的 然後呢 後面還有一些相關的保固 全部都寫在這上面 所以 這個應該官網上也都有 可以去看看 好然後呢 這個就是他們附的專門拿來拆的刀子 對啊我也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真的會比較好拆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那我就直接把它搬上來這上面 然後直接拆開來 它應該就會自己展開了吧 因為它是真空壓縮 好 開始吧 應該是從這邊 然後 滑過去就可以了吧 像這樣嗎 看起來是喔 方便耶 而且絕對不會割到床 好 這樣第一層就打開了 是吧 還有第二層嗎 這個是外層 所以還有一層就是 好 第二層 我直接被擊飛了 天啊 好痛喔 我還戴著護目鏡 而且我的刀子直接飛出去 對 到底為什麼啊 它不是應該要慢慢的開嗎 而且這個床好像還是顛倒了 我真的覺得這東西還是 交給師傅處理會比較安全 我剛剛真的被彈出去之後 我整個頭都暈了 而且手好像有一點 有一點扭到 因為我是真的直接被彈飛 然後我想說是不是我沒有 先看它的說明書的關係 然後剛剛打開那個黑色那一本 上面是有這個說明指南 可是呢 可是呢 這個指南 它裡面也沒有寫 要怎麼開這個東西 然後要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一滑開 我真的就直接 好 大家記得這個開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最好是直接交給師傅 好啦 所以這邊應該是床尾 然後床頭在那邊 上面這裡呢 是它的乳膠床墊 然後下面是獨立桶 對 那我們有買新的床套 我先把它套起來 然後再上去躺吧 好啦 這個床套呢 是余兒選的 因為他很喜歡貓咪 所以我們就選了一個 滿滿的貓咪的床套 那邊還有一顆枕頭 枕頭應該就不會那麼有殺傷力了吧 我們也把它打開來 然後拿上來試試看 好啦 接下來拆枕頭 喔 我覺得我的左手還在通 一樣是真空包裝 它沒有附那個 裁切的 是吧 而且這一次好像就是只有上面黏住 那應該 我拿遠一點好了 割一點點掉 這也不是真空包裝啊 它感覺直接拉出來就可以了 會不會拉出來就躺開 應該不至於吧 感覺會啦 但是就 這裡還黏著 這是要學乖 過來一點 然後這個就正常慢慢開 所以我一開始想 這個東西也應該是 慢慢開慢慢攤開 因為裡面有彈王吧 直接就蹦彈開了 這個第一枕可能要 給它 一點時間恢復原來的形狀 它跟我們那天躺的怎麼看起來不太一樣 唉唷 它再膨大了 膨起來了 雨兒剛剛露出了奇怪的眼神 那天雨兒就躺了這個之後 他覺得不錯 然後 就幫他買了一個 那我自己就躺 之前雨兒躺個枕頭就好了 好啦我們來分享心得吧 沒想到居然會忙到三個月之後才來拍心得的部分 不過這樣也好啦 因為躺了三個月 我們分享的心得也更有參考價值一點 那先講一下 雨兒他是跟我說 他終於躺到一張好躺好睡的床了 那其實我自己也是這樣覺得 因為我們之前住的那個地方 床墊是房東提供的 但是那個床墊就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那種床墊 所以我們常常睡了一覺起來之後 就是整個腰痠背痛 尤其是他的床墊應該真的很久了 整個都塌陷掉了 所以睡起來腰真的超級不舒服 那這張床墊我們這樣子睡 其實有時候真的一睡睡蠻久的 那他的腰的支撐性都還是非常好 所以睡起來呢 腰不會痛了 那雨兒之前是會被痛醒的程度 現在都不會了 所以我覺得以舒適度來講 確實是還蠻不錯的 不過他的床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的床在邊緣的地方是比較軟的 所以你如果是要坐在床邊的話 或者是說你躺的時候 比較靠近床邊 你會很容易就滑下去 就是他會有一個傾斜下去 然後讓你滑下去這樣子 對這個是我覺得一個小小的缺點 那這個部分其實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你是買給長輩 尤其是說他如果本身是沒什麼力氣 要爬起來比較辛苦的長輩 那這種床可能他就會比較不適合 因為像我其實買了一張Helix給我媽 但是因為我媽就是屬於那種 因為生病的關係 所以沒什麼力氣 他只要在床邊 他其實要爬起來非常困難 而且他會往下滑 整個人就滑到床的下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床 可能還是比較適合健康一點的人 真的如果已經缺少肌力 或者是說他本身就是已經沒什麼力氣了 確實是要從這個床爬起來不容易 那再來我覺得一定得講的就是拆床墊的部分 這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床墊給擊飛 你們知道嗎 那個當下實在是暈到一個不行 然後整個手應該是有扭到 因為還蠻痛的 那他們是師傅來的時候可以幫你定位 我覺得如果OK的話 你就交給師傅去定位 因為我後來有自己回去放慢影片看 他應該是在切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他裡面還有一層是把它包覆住了 可是那一層可能有破洞 那再加上床本身有張力 他就把那個破洞撐開來 所以他才會直接彈開 不管理論上我這樣滑開 他是不應該直接彈開的 那我在幫我媽開他那個Helix的時候 就是正常的 對只是我沒有錄影 所以就沒有那段影片 但是至少就可以確定說 我的開法應該是沒有錯的 就是他只是剛好那裡有一個破洞 所以才會爆開 那不管怎樣 這都是一個隱藏性的風險 所以如果能交給師傅幫你打開定位的話 就交給師傅處理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也分享一下我們這一次 選擇床墊的一個過程好了 其實一開始呢 我是先帶雨兒去躺 Ema的床墊 因為Ema也是廣告打很兇嘛 所以就先帶他去躺 那他躺了之後呢 也覺得還不錯 只是後來呢 就有朋友跟我們說 他是用這個Luneo的床墊 應該沒有念錯啦 如果念錯就算了 反正就是這個品牌的床墊 那他一開始是推Helix 那我們就也有去這個Luneo的門市去躺 然後我是覺得啦 因為我們去他這個門市 裡面服務人員真的是介紹的非常非常詳細 然後呢 現場有擺了Helix 也有擺了Quantum 那因為雨兒躺了Quantum之後呢 他覺得Quantum比較好躺 所以後來我們才會選擇Quantum 不過我覺得還是要特別講一下 就並不是說Ama的床墊比較不好喔 而是個人喜好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比較喜歡躺Ama的床墊 但是呢 雨兒她是覺得 欸?Luneo的Quantum 她躺起來她覺得比較喜歡 那你們也知道嘛 我這個人就是 基本上 雨兒好 我就好 所以呢 後來就決定買Quantum這樣 所以這是我們選擇床墊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床墊品牌 只是因為真的沒有時間一家一家去躺 不然的話 大家買床墊 其實我真的還是建議喔 你最好是實際去躺躺看 然後你當然你躺到五分鐘十分鐘 是一定躺不出什麼啦 但是就是第一個感覺 那個感覺對了 那就對了 那如果真的買錯了呢 就 之後再換床墊吧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買這個 LuneoQuantum的一個心得 那至於那個枕頭啊 嗯 枕頭嘛 因為我真的沒有躺到啦 但是雨兒是說 躺起來還算蠻舒服的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還不錯 然後他都不讓我躺他那顆枕頭 他說會破壞他那個枕頭記憶的形狀 所以呢 我現在就躺他舊的枕頭 這樣子 總之大概就是這樣啦 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我有辦法回答 我盡量回答 因為躺起來的感覺這種東西真的比較抽象 所以有時候人家問我 我也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就說 你就去試躺看看吧 反正有門試嘛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我是雨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